记者苏芳和台北报道,民进党7月15日将召开全代会,民进党今天公布首播改革广告,广告中出现前总统马英九,陈水扁宣示改革年金的片段。 将转任行政院发言人的民进党发言人古纳斯尤达卡,Kolas Eoteka,表示,影片中出现的观众,代表的是等待改革成果的年轻人,这次终于改革完成,年轻人也微笑了。 民进党今天召开广告发布记者会,影片中先出现一个在面摊吃面滴年轻人,看到电视中的前总统陈水扁说,改革是痛苦的,改革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前总统马英九说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 最后出现总统蔡英文说越是困难的改革,就越要有承担的勇气。 前人做不到的,我们必须扛起这个责任。 影片旁白指出,改革大家都说过,但只有我们真正做到了,作为执政党我们扛起责任就是要改革,前人做不到的我们做到了。 Kolas说,接下来会用一系列影片,向台湾人民报告改革成果。 去年全代会,民进党的主轴是坚持改革,看好台湾,民进党在很多改革上,在过去两年已经取得进展,也逐渐改变台湾,每个改革都牵涉到利益冲突,需要社会漫长共识。 Kolas也透露,拍摄影片当天刚好台风来袭,出界场地的摊贩并非民进党支持者,不过仍希望透过影片让全国民众看到新副市场的美丽。 同样的,民进党推动的任何改革都是不分蓝绿的。 年改议题不是现在执政党随意说要改就改,影片中可以看到,年改是历经前两任总统陈水扁,马英九,是当时就希望解决的问题,影片也运用缩时摄影的手法,表达时间的流逝。 而影片中的第一小女孩就是日前十分卖座的国片红一小女孩二童心灵直柔相关影片。